先前台北市中轮派出所遭到黑衣人闯入 还引发了灭证风波 如今类似状况又再度发生了 这在台南市第五分局 今天凌晨遭人二度闯入 这一名男子是因为他的朋友 涉入毒品案遭到逮捕 导致庙会镇头没办法出镇 因此他就跑到警察局来要人 不只是撞开了侦察队的门 还向远警来呛杀 现在他说了 如果出不了镇就要局长来扛照 当时多名远警出面拦阻客斥 男子才离开 但是由于他公然挑战公权力 现在警方已经将他移送法办 男子穿着白色汗衫 单枪匹马重入台南市第五分局 要警察把朋友交出来 这名男子是寺庙教班 凌晨扛教出镇 才发现副教班涉毒品案被抓 他临时缺人出不了镇 竟然想要冲入分局侦察队 远警立刻关门拦阻 他使出蛮力把门撞开 男子要不到人态度嚣张怒呛远警 通气有比神明重要吗 还扬言要扛教来分局 好几名远警围着男子 不准他轻举妄动 也回呛难道神明会允许吸毒 他无话可说恼羞成怒 居然要警察局长来扛教 还说要申请国陪 男子两度重入警局 无法得逞只能离去 虽然他没有暴力行为 也没有毁损公务 警方公布所有过程 监视器画面也搜证 移送地检数侦办 显示公权力不容挑战 记者杨无华谈谈报道